大家好 欢迎来到Python自动化运维及Web监控系统的课程 今天我们终于上主菜了Web监控系统 首先我在这里画了一张简单的一个图 给大家描述一下我们这个监控系统 首先,监控系统对应很多很多的应用 我们每个应用给他发一个请求过去 就表示说我这个监控系统 监控的人你这个应用的存在 然后你在什么时间给我发消息请求 还可以发送一些有用的统计数据过去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监控系统清楚的展示出来 然后监控系统 比如说我有一个配置文件 配置了一个小时 如果我这个应用一个小时没有发一个请求过来了 就证明这个应用有问题了 我可以通过配置文件去设置一个小时这种量 但是根据你自己的需求通过配置设置来设置 假如一个小时没有发过来了 就证明你这个应用有问题了 我就可以通过这个应用的一些配置文件 去做重启发邮件提醒别人 这就是一个监控系统和各个应用之间的一个关系 就是我这个监控系统就要把这些所有的所有的应用全部给管理起来 好 我们先大概 监控系统大概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逻辑 然后我们直接进入主题 今天我们创建一下模型 上次我也在经营寺的课程里面已经把它创建好了 我就不带大家一步一步的走了 大家一看也就很明白的一个 给大家讲一简单的讲一下 首先APP就是我们说的应用application 它在数据库对应的表明叫APP 也叫APP 然后每一个APP有一个name hostID就是它的server 就是我上面有一个server的一个表 就是这里 先讲一下server 就我们可能在很多很多server上面跑 是吧 每个server给它命一个别名 然后IP IP肯定我们通过专门的工具来获取它的IP 然后有一个描述 然后我这里面就写它的ID 就是一对一关一码 我一个应用也不可能在很多服务器上面去跑 是吧 肯定是一对一的关系 group group这里面我也采用的是一对一 这里说应该是一对多吧 我可以在这个组 我也可以在另外一个组 是吧 然后我为了方便 不去创建中间表 就采用一对一的关系 大家可以根据情况 如果是多对多话 就创建一个中间表 就可以了 好 配置文件 我刚才也给大家说了 我们可以通过读取每个应用的一些配置文件 去做相应的一些处理 所以说 配置文件 我们一定要设计好 一般我们这里面 我们就采用json格式 到时候 python 读取json 这些也是很方便的 前当页面去管理json 也是很方便的 然后每个应用有一个状态 他我这里面写了就三个状态吧 一个ok 一个critical 还有一个walling 可以表示这个应用的一个状态 ok就表示正常吧 walling就是警告嘛 像比如说我 我检查一个serie的就是磁盘空间嘛 比如说我超过89% walling 超过99% 就critical嘛 我们也都很能 很好的去做处理嘛 根据他的状态 然后message 就是一些对应的一些信息嘛 这个很灵活的 你可以是一些报处信息啊 也可以是描述性的信息啊 随便你嘛 enable enable是表示我这个应用是开启还是关闭的 一般我们删除一个字段的话 一个程序的话 我们都不会在数据表里面把它真实的删除掉 我们通过一个字段 像比如说enable为0的话 我就把它删除掉关了 但是如果我要再开的话 我就不用再创建一个entray了 是吧 就直接把enable改为1就可以了 然后最后一次更新的一个时间 最后一次更新请求的时间 我们就是通过这个时间做对比较 就是看每个应用什么时候发了 降格多久发 什么时候应该发是吧 然后一个统计的一个表 统计他的一些信息啊 这些我刚才说了 他不光是发一个请求的一些状态过来 然后他也会发一些统计的数据 到时候我们会用high charts来画一个做图 然后更好的看见一下统计的一些数据啊 一些趋势是吧 分析我这个程序的一些走势这些可以 好 group group就直接就是一个name 就很简单的一个字段 好 history 我们肯定要记录每一个应用程序的一些历史啊 看一下它的历史情况是吧 然后history的话我不会通过程序去操作它 我一般通过写一个触发器 那时候我每个程序发一个报告过来 然后我就更改了这个表 然后通过这个表的触发器去更改它的history 这是很好的一个做法 我们不用程序来控制它 也带大家写一下触发器 模型大概就是这样了 我已经通过jango的那个工具 已经把它同步过来了 大家看一下 它已经默认系统自带了很多表 我也就没把它删除掉了 都管它了 到时候后面也可能要用啊 大家直接通过python运行manager 直接就可以manager.py 后面有些命名就可以直接把表模型给创建好 数据quark也给创建好 好 后面我再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会用到的一个工具叫boreal 用来管理静态JS的一个工具 JS还有CSS这些 好 我带大家来一起学习一下boreal 很简单的 那安装boreal 你看一步就给个可以安装好了 安装包 安装JQuery 你看直接就可以了 我这里就不带大家一起安装了 然后我们来安装它 我已经把boreal安装好了 安装一下JQuery 哦 配上文件这里面错了 看 看一下 它路径还没好 还没安装好 你看 它就会在一个默认的路径上面 我这里面 把JQuery已经安装好了 这里面没有保存 不好意思 我们要刚刚save 它就会把它配置文件里面进行一个更改 看一下 运行的状态 你看 它自动的就把它写进来了 到时候我们就直接update就可以了 好 我们就直接使用2.14吧 默认使用 那时候如果你们改版本的话 也很简单 直接就改了 然后我们也不会用GIT来托管这个路径 那时候我们在服务器上面 直接通过borealupdate就可以了 它就会直接进行安装 安装你配置文件的一些依赖这些是吧 当然我这个路径不是我想要的路径 你看 我把静态的文件全部都放在这里面 CSS啊 字体啊 一些图片啊 GES这些是吧 还有我怎么改变它呢 我也不知道 看文章也不知道怎么在哪里干 我们直接通过搜索 我们 看一下别人怎么说 你看 创建一个文件 我们来创建 直接跟着别人走就可以了 不 这不是文件夹了 直接文件 直接编辑它 然后 直接写路径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放到刚才的那个路径里面去 然后保存 我们执行boreal update 好 已经在安装了 我们把这个路径删除掉 不要它呢 看一下 这个里面创建的我们 已经来了 已经有了 这就是boreal的使用 很简单 是吧 然后 比如说我们要安装其他的一些包 这些 我们不知道怎么安装 不知道它 的一些命名 这些也很简单 直接就搜索了 看看 我后面要用到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 Angla 刚才我已经给大家说了 Angla解释 我在第一节课已经给大家说了 我们会使用这个强断的一个东西 看 刚刚save 直接保存就可以了 看一下它马上就会在这里面创建一个1.47的版本 我们就用1.47吧 保存好 已经安装好了 很快 到时候我们要用相应的文件就直接到这里面去找就可以了 它所有的东西都有的 然后我们还会用什么 用一个强断的一个框架把叫bootstrap 这个框架对于不会美工的人来说就是一个福音了 很好用的一个东西 很多公司 很多公司也在使用它 比较轻量级的小清新的一个风格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到时候我也带大家一起走一下 直接save了 好 我看一下这节课 这节课就到这里吧 好 我们下节课再见 好 我们下节课